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賓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他都頗長的 有A part B part C part D part 4 part 都麻煩煩的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他就說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figures 他就叫你Find the values of Side Feetor 高Side Feetor and Tangent Feetor 到底是多少 好 事不宜遲 拿點單字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好先進 放兩樣東西在這裡等你 第一樣 當然這條就是剛剛的題目A part 我逐張紙做 每張單項紙就是 每一個A part B part C part D part 第二 每張紙都一樣 最上面這裡留了一個 錄紙給你 這個就是什麼錄紙來的呢 就是在我的這一課書 就是 chapter 10 裡面的 內容精髓裡面之錄紙的 其中一part仔出來的 你會找到的 其實在這裡說什麼呢 那麼 撇除這條題目 有另外一些方法做的 不止一個方法的 有什麼1、1、2 至少我先想到兩個 其實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濕素的方法 我當你還未學A sugar to coffee 的概念 順著得夠加十字架的概念 可以嗎 我稍後有機會再跟你說這個方法 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濕素 那怎樣濕呢 就 看一看這裡 在我錄紙裡面 那時候教過你 如果別人 看一看這幅圖 你不要管它 好像很亂 如果別人給了一點點 你的Colordinate 叫做Q點 叫XY 可以嗎 其實在這裡 這條邊的長度 就叫做R 可以嗎 其實它是怎樣計出來的 就是R2次 X2次 Y2次 為什麼呢 原因這裡你可以當它是一個90度角的直角三模型 那你就有一個直角三模型在這裡 你可以用不施定理 Particular Spherum去計算 所以R就是斜邊 就是這條 那就是你會出到這個 而事實上 Side Vita 根據它的Defination 那一點在哪裡都可以 就是有Colordinate就可以了 其實它就會是根據Side的Defination Side Vita就會等於Y over R 就是等於Y over開方根X2次加Y2次 OK 那當然Coside這裏有說 就是X over R 等於X over開方根X2次加Y2次 那至於Tangent Tangent小心 X就不可以是等於0 那如果你等於0 這裡就零了 隨零就是就無法出現 那即是無法出現 所以其實在這裏 Tangent Vita會等於Y over X 所以現在就來了 那看一下這條題目 現在他給了什麼給我們呢 給了一點給我們 就是4-3 這一點就是他所謂的Q點 所以那些XY分別就是4和3 你只要按下去這一堆公式 Size就是這個 CodeSizeFeter就是這個 TeniumFeter就是這個 那你就可以把全部都拿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 不如首先處理的就是SizeFeter 好嗎 所以其實SizeFeter 根據這條公式 你有就好好做了 照濕照代 SizeFeter 那他會是什麼來的呢 根據公式 就會是Y 上面是Y 所以就是3 就Over 下面 就會是什麼來的呢 整塊開方巾 就叫X2次加Y2次 那我撇除開方巾 算了我先寫了 那開方巾就在這裡 那裏面是X2次加Y2次 那所以所謂的X2次的X就是4 所以就是4的2次 再加Y2次的Y就是3 那所以就是3的2次 那所以其實在這裏你不難發現 你按一按機你都會呼之欲出的了 其實就是上面就是3 而下面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Over 那下面就是4,4,16 再加3,3,9 就是下面就是開方巾25 那就是開方巾25 就是5來的了 OK 那就搞定了一個SizeFeter 好 至於Cosifeter 那當然啦 在這裏 根據這個公式 Cosifeter 那你用這邊就可以了 那就會是X Over開方巾X2次加Y2次 那所以上面的X我就按下去 就會是4啦 OK 就會是Over 下面就是那個東西都很大塊 就是有開方巾在這裏 是不是 那我就先給它一個開方巾 就是開方巾 好啦 而裡面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X2次加Y2次 那所以就是 4的2次 就是X2次 就再加Y2次 那Y就是3 那所以就是32次 那所以都很明顯的了 上面都繼續保持A4 那 而下面就是Over 就是 下面的開方巾25 就是5 OK 那所以 最終極的答案就是這個 OK 那就搞定了 好啦 至於去到 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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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明顯地 Tangent Feter 會是什麼呢 就會是等於 這個公式 就是Y X 那所以 Y就是 今次這個情況 就是3 就會有Over X 對 Y X 而X就是4 來的啦 那所以 都敷枝欲出的啦 其實呢 就是 3 over 4 OK 那整件事搞定 這個就是 哇塞 好一點 好噁 這個就是A part的答案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去B part那裡 OK 看看B part有什麼 B part 一樣 給我們一幅圖 那 有個 題目就在這裏 B part 而它就 這裡我留了一個 4L給你 看著來做 好嗎 所以剛才呢 我也是用 tick 給你 我也是用這三條 的公式 OK 所以在這裏 我們繼續 也是用 首先 所以在這裏 我們會看到的 就是 這一點 所謂的XY 其實就是這一點 就是-52 OK X是-5 Y是-12 那我們就回到 首先算一下 Side filter 所以 Side filter 會是等於什麼呢 那 看看 對下的位置 會是等於 就是這裏 就是 Y over 開方根X2次加Y2次 所以其實就會是 上面是12 Y是12 就再over 下面 下面就會是開方根 好了 就是X2次加Y2次 所謂的X2次就是-5 它的2次 然後再加Y2次 所謂的Y就是12 整個東西是2次 所以都很明顯 下面應該就會是 開方根169 開方根169就是13 所以上面就是12 而下面就是 over 13 那就出這個 好了 至於 至於 Cosine filter 我們用的就是 這個公式 Cosine filter 就會等於 X over 開方根X2次加Y2次 所以 X 就會是-5 照濕下去 所以 下面就是 再over 下面就會是 開方根 整個東西 裡面就是X2次加Y2次 當然也是-5的2次 再加12的2次 下面是開方根169就是13 所以其實你都呼之欲出的 答案就是-2 照寫 上面就是5 而下面就是 over 13 好了 至於最後去到Tangent 在這裡 Tangent 我們就是用的 這條公式 Tangent filter 就會等於 Y over X 所以其實Tangent filter 就會等於 Y over X Y就是12 Y over X X當然就是-5 而事實上 最後終極答案 都出了 應該就會是-2 拔出來 就是12 然後再-5 OK 這就是B part答案 至於去到C part 一樣 留在上面給你 對著做 不用騎來騎去 這就是C part的問題 我都放在這裡 OK 可以嗎 我們來這裡 首先用了Size這個 而事實上QXY這一點 就是這一點 就是-7-24 所以其實X就是-7 而Y就是-24 所以你把它收起來 然後再收起來 這三條色 所以先處理Size filter Size filter 其實是甚麼 根據這個公式 就是Y over 開方筋 X2次加Y2次 所以其實是甚麼 就是Y就是-24 再over 下面 下面就是開方筋 而裡面就是X2次加Y2次 所以X就是-7 整個東西是2次 再加Y2次就是-24 整個東西是2次 所以在下面 這裡你會發現就是 7的2次 應該這樣說 拿手機按一下 好嗎 就是24x24 再加7749 就是625 625就是開方筋 開方筋625就是25 所以其實這塊東西 應該如無意外 你給我 我就會把負拔出 上面就是24 再over 下面就是25 就是這個 OK嗎 可以嗎 好 至於到 Cosine filter 它會是甚麼 Cosine filter就是這個 根據這個公式就是 Cosine filter會等於X over 開方筋X2次加Y2次 所以X就是負7 再over 整個開方筋在下面 當然裡面就是X2次加Y2次 所以就是負7的2次 再加Y2次就是負24 整個東西的2次 在這裏 就是負6出 負4次 我拔出來 上面就是 照寫7 下面就是 over 多少呢 下面就是625 開方筋 即是25 OK 那就是負7 over 25 好了 至於去到Tangent Tangent Tangent filter 其實都很明顯 就是在用這條色 Tangent filter 會是等於Y over X 所以 Y就會是24 負那隻 再over 就是下面是負7 所以最後的終極答案 都應該看到 大家的符號可以約了它 拿著綠色筆 好嗎 上下約了個符號 所以剩下來 應該都是這個答案 就是24 over 7 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好 至於去到D part 看看它 D part 它比你的QXY這一點 其實這次就是8 負8 對吧 所以根據這裡一樣 就是 Side filter 的definition 就會是 Side filter 就會等於什麼 就會等於 這個 就是 Y over X 開方筋 X二次 加Y二次 所以這裡 就會是負8 就是Y 來的 再over 下面是開方筋 下面就是 X二次 就是8 2次 再加 Y二次 就是負8 2次 再加 Y二次 就是負8 我會寫的 我會寫 我會寫 好 就是負8 再over 下面是8 開方筋 2 OK 或者不要跳 下面是 開方筋 128 而事實際上 我繼續打橫 我怕不夠位 然後這裡 開方筋 128 其實你可以寫成為 64 再乘2 所以 64 就是開方筋 沒有分開大 就是開方筋 64 再乘開方筋 2 開方筋 就是8 所以上面就是8 而下面就是8 開方筋 2 而上下 你也可以約了一些東西 其實你會見到的就是 8和8可以約了 剩下來的就是 這個是1 這個也是1 所以下一步 如果你再給我寫 那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會是負1 over 開方筋 而如果你想做得更漂亮 這東西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如果你有理化了它 那 Rationalization 就更漂亮 不過你不用一定要 Rationalization 我只不過 是 你當我有些潔癖的感覺 是不是 那就是專業的 那我們迫迫地 繼續寫上去 所以這個我會是負1 上面成開方筋 下面也是成開方筋 所以這個變異 所以終極答案 尼多夫之族出的就是這個 那我就不如退過多一點 因為不足夠 終極答案就是這個 OK 好 那就是負開方筋 2 over2 那至於Cosifeta 那它會是什麼來的呢 根據這個公式 就會是什麼 Cosifeta 就會是X over 開方筋 X2次加Y2次 那就是8 所以在這裏 上面很明顯就是 8 8 來的 就再over 回下面 那就是開方筋 1 2 2 那就是 8 2次 再加 負8 2次 而事實上 如果我們繼續整理它 跟剛才一樣 那理論上 上面就是 8 再over 下面就是開方筋 1 2 8 好 接著繼續整理它的時候 就是 下面可以變成 剛才也有經驗 上面是8 而下面是8 開方筋 2 那也是上下兩個8 都可以約走 那就變回它做1 那所以 即是這裏 現在你會出 就會是 1 over 開方筋 所以最後 上下都成為開方筋 2 即是上面有開方筋 2 而下面就是開方筋 2 就是2 所以其實就是開方筋 2 再over2 答案就是這個 OK 可以嗎 好 最後到tengent filter tengent filter 就是根據這裏所說的 公式就是 tengent filter 等於y over x 所以在這裏 你給我 y就是負8 再over x x都幾明顯 其實就是8 所以 都呼之欲出 你會看到 上下都有個8 你可以怎樣 約了它 約了它 那就變回做1 換句說話來說 上面就是負1 下面就是除1 就是最後答案 就是負1 整件事搞定 OK 行不行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再次強調 你可以用 As sugar to coffee 去做這類題目 我自己都會 但我們還沒有教你 所以我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濕公式 用這個公式 好嗎 就是這多公式 去做它 好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 放回詳細答案給你看 A part的詳細答案 B part的詳細答案 C part詳細答案 最後D part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